最近有朋友在问我们 他想花10万元以内 甚至更低的价格 买一台日常代步的小车 要求能乘坐4个人 然后颜值要高一点 但我们看了一圈 这个价位的话 10万块钱有欧拉的好猫 差不多能买一个400公里的续航 电池容量在45度左右 那么便宜一点 8万多 接近9万 可以买到海鸥的顶配 续航也是400多 电池包差不多在38度电左右 价格低一点 可以买到50的宾果 不是宾果plus 宾果plus要贵一点 宾果的价格 就跟海鸥还要略低一点 动力配置各方面 其实跟海鸥差不多 也要稍微的略差一点点 除了新车之外 我们后来换了一个思路 看了一下 好像在二手车市场 还有大众ID3 ID3的空间 就比刚刚提到的车型都要大 它是一个标准的一个五座车 那目前二手车市场 ID3差不多在公里数 3万公里以内的价格 应该会在8万多块钱左右 基本上跟海鸥是一个价 车龄大概率是在两年左右 二二年的车型 所以如果你是十万块钱的预算 你到底会选一个二手的大众ID3 还是买一个全新的什么 比亚迪海鸥啊 五菱宾馆 欧拉好猫呢 评论区告诉我们你们的看法